大家知道酒越乘越香 汽车是不是也一样呢 在巴黎的拍卖会上 一辆限定款的法拉利跑车 以一般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卖出 到底有没有这么值钱呢 一起来看看 一台古董车可以卖到多少钱 最近在法国巴黎的拍卖会上 一台1961年生产的限量法拉利 一天价1400万欧元 相当于台币5亿元卖出 这一款当初限量全球37台的 经典款法拉利 被乘封在法国郊区超过50年 但是在收藏家的眼里 这些车的价值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价格 这台车原有的主人柏龙 原本想开一间汽车博物馆 但是却因为经济和身体健康因素 最后没办法完成心愿 而去柏龙的城堡看车时 工作人员也为之惊艳 除了这台法拉利 其他汽车还有非常特别的车身设计 以及非常有趣的模型 虽然有些窗子破了或是充满灰尘 但这些古董车 每台可是价值一两百万欧元啊